这几年中国女蓝在政威指导的执教下 中国女蓝先后获得2022年女蓝世界杯冠军 时隔12年夺得女蓝亚洲杯冠军 2023年亚运会女蓝冠军 中国女蓝的世界排名一度来到第二位 女蓝成为了中国人的骄傲 相信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可是在这个夏天 中国女蓝在巴黎奥运会遭遇滑铁卢 小组赛布迪西班牙和塞尔维亚 接着大胜波多黎各 最终仅取得第九名的成绩 无缘小组出现 不过竞技体育有输有赢 我们没有时间悲伤 中国女蓝仍需要朝前看 随着2025年女蓝亚洲杯的临近 球员备债人选成为一大难题 综合球员的表现来看 中国女子比赛传奇预测 12人合理人选名单来了 李月如领衔 张静一入选呼声很高 来看看都有谁 中锋 李月如 韩旭 孙梦然 前锋 李梦 张如 罗新玉 唐子婷 张紫月 后卫 王思雨 杨淑宇 王嘉欣 徐凤威 不得不说 从这套阵容来看 可谓是攻防一体 以老代新 若是按照这套阵容 中国女蓝亚洲杯的竞争力将会很大 先来聊聊中锋三人 25岁的李月如 正值当打之年 身高两米 技术全面 篮下终结能力强 在今天结束的女蓝欧洲杯 李月如拿到19分8篮板 表现不俗 不得不说 经过了土耳其女蓝联赛 和WNBA联赛的磨练 李月如的个人技能提升明显 是中国女蓝不可或缺的内线球员 24岁的韩旭 身高2米05 能够同时出任4号位和5号位 无论是在高举高打的战术体系 还是在快速防守反击的体系 韩旭的稳定发挥 是球队的中流砥柱 在之前的女蓝亚冠联赛 韩旭获得MVP 说明她的状态复苏了 至于32岁的老将孙孟然 在之前的奥运会表现不俗 尤其是她的三分球能力 在如今的亚洲女蓝赛场 毫无疑问就是一大杀气 有望成为中国女蓝的第三中锋人选 至于这个位置上的竞争对手 就属张子宇和刘玉彤了 再来聊聊前锋的5个人 大家都知道 前锋线实力的强大 对一支球队攻防的稳定性很有讲究 29岁的李梦 技术全面 号称女蓝勒布朗 进攻手段非常丰富 硬解能力超强 关键时刻可以收割比赛 从世界杯到亚洲杯 再到奥运会 李梦在球队的整体表现有目共睹 她也是结合自身身体优势和个人技能 在多场比赛里 证明了自己的独一档能力 女蓝亚洲杯不可或缺 24岁的张如 是一位立足于防守的风险 关键时刻的抢断非常犀利 23岁的罗欣裕 自从被郑威指导提拔到一线队伍后 她的个人能力也是有所提升 是江苏女蓝的绝对核心 敢打敢拼 也有一手三分球能力 24岁的唐紫婷 身高1米90 有望打造成一位顶级3D球员 能攻能防守 还能投射三分球 为女蓝封线保驾护航 18岁的张紫月 在U18女蓝亚洲杯表现不俗 被人当作李梦接班人 无论如何 在这样的他赛时 张紫月有望被培养 至于这个位置上的竞争对手 有黄思静等 最后来聊聊后卫 大家都知道 后卫线是中国女蓝的薄弱环节 28岁的王思宇 身高1米72 大局观好 头脑冷静 作为球队的后卫核心 王思宇的个人能力有目共睹 22岁的杨淑宇 身高1米82 敢打敢拼 是女蓝后卫线的年轻新星 在巴黎奥运会被弃用 不代表她的个人实力不强 18岁的王嘉欣和徐凤威 在之前的U18女蓝亚洲杯大放异彩 在这样的国际赛事 中国女蓝的后卫线需要新老交替 需要早日重回巅峰 张静一获无缘入选 今年26岁的张静一 是一位后卫球员 被球迷称作女版库里 主要是她在之前的大运会上表现抢眼 三分球特别准 张静一的身高只有一米72 个人防守能力不足 另外她目前还未能入选 女子五人篮球人才库球员 综合考虑来看 张静一获将继续无缘中国女蓝国家队 期待她能继续努力 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女蓝在巴黎奥运会表现不佳 作为球迷 我们不能过多地进行指责 我们更加希望中国女蓝 能在家门口举办的亚洲杯赛事 夺得第13冠 考虑到中国女蓝新老交替问题 这不是一步就可以解决到位的 需要一步一步挑战 作为球队的主教练 正为指导 接下来的任务非常重 中国女蓝加油 中国女子比赛传奇最后想说的是 在之前的女蓝亚洲杯 中国女蓝和韩国女款都获得了12次冠军 这场赛事在深圳市举办 期待中国女蓝能够拿下第13冠 独享第一 同时考虑澳大利亚女蓝的崛起 中国女蓝需要全力以赴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